这事还不算完 他喝了酒之后啊 还扬言 希望这个傅寒和兄弟们出征以后啊 打仗失败 并且啊 逃回到赫图阿拉 我也不给你们开城门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我的书馆 今天咱们这段书啊 聊的是这有清一代最为真实 也是最为离奇的皇上啊 杀儿子的故事 那要说这段书 咱们得交代一下这历史背景 这是清代的书 可不是清朝的书 清代和清朝啊 这两个词 您得能分清楚了 要不然去啊 那会儿的书 您听着呢 就有点乱 咱们要是说有清一代呢 那就得从啊 这老韩王努尔哈施开始说起 哎 要是再忘早了 说呀 说塔克士绝尚安 也可以 咱们要是说清朝的 那就得从啊 这1638年 也就是崇德元年开始说 在那一年啊 皇太极把大金韩国改为了大清帝国 这才有了这大清的朝廷 所以咱们要是说清朝的事 就得从这开始说 往前啊 那就不能算是清朝 您瞧呗 是不是听了一段书 又长了点小学问呢 今儿咱们这段书啊 那说的就是清代的书 这对父子是谁呀 这父亲呢 就是老韩王 天命韩努尔哈施 这儿子呢 就是他的长子楚英 书说到这儿 我想听书的好朋友 有不少就得有纳闷的了 说这个努尔哈施的儿子多了 大的小小啊 一共16个 您像这有名的吧 什么皇太极啊 戴扇的 多尔滚 阿气格 多多呀 这楚英 没听说过呀 您没听说过呀 也不愿您 是因为这楚英啊 早早的就死了 要是按公里说呀 那年是1615年 是万历的43年 8月20日 这楚英被努尔哈施 以不思悔改之名 下令处死 死的时候啊 才36岁 今儿咱们说的这爹杀儿子 和前两回可不一样 雍正皇帝处置了红石 这道光皇帝啊 踢死了大哥一围 这些事啊 都是宫廷迷案 不见史料所记载 大不了呢 出现在野史笔记当中 可是啊 这努尔哈施杀楚英 可是不一样 这明明白白的是 写在了满文老荡当中 这会儿啊 就怕那有学问的来质问了 说你先打住吧 这个满文老荡啊 什么宠摩阁本呢 还有这个内阁本呢 无权点自当 家权点自当 上边啊 均没记载这个事 这呀您就不明白了 这书啊 您还得忘老了翻 无权点老荡里边啊 确实是这么记载的 但是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版本啊 全是乾隆以后 从超本 这可是乾隆皇帝亲命 在重超无权点老荡的时候 丹门就删除掉了努尔哈施杀死长子楚英这段重要史料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乾隆认为啊 视为亲者 尊者 贵者 贤者 贿 这努尔哈施当然是算在这四种人里 为了不让创建龙兴大业的清太祖留下残暴的痕迹 所以才在乾隆年间这几个超本的满洲老荡当中把这件事情给删除了 那接下来啊 咱们就得好好聊聊这件事情的始末究竟是什么样的 还有一些我个人的小分析 说起这楚英的畜生来啊 比努尔哈施所有的皇子都要高贵 为什么呀 因为他的妈妈呀 是这努尔哈施的原妃 这努尔哈施啊 他是韩王 清太祖啊 那是后世给他追风的 所以说这韩王啊 没有皇后 这童家 哈哈那扎清啊 等于就是努尔哈施的皇后 是狄附近 所以说这楚英 他可是正经八百的狄长子 这要是割汉族王朝啊 那不用争论 那是板上钉钉的皇位继承人 可是这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啊 很少用狄长子继位 您就说这有清一代吧 除了道光之外 还真没有狄长子当皇上的 这道光之所以能当皇帝 那也是贤德在前啊 这狄子在后 所以说这清代的皇子们啊 就得撒了花玩了命的去挣功绩 这样呢 得到老子的欢心之后啊 才有可能继承皇位 这话呀 咱们就回到楚英身上 要说这楚英可真不光 占了一个敌长子的名号那么简单 这家伙老烈来了 1598年 那年啊 是万历26年 这楚英啊 就率领大军去平定了安楚拉库 那一年他多大呀 才18岁而已 账打胜了 这还在其次 楚英啊 一连收复了二十余处屯寨 这一下子就有几万部众归降了努尔哈赤 您说看着自己年轻的儿子建功力 这老子能不高兴吗 于是这老韩王决定 进封自己这大儿子楚英啊 为贝勒 并且啊 还给了一个战斗英雄的称号 叫做红巴特鲁 这大概其的意思啊 就是大气蓬勃的大英雄 万历三十五年的正月 楚英率五百建州兵 一鼓作气 斩杀乌拉兵三千多人 祸马匹五千匹 甲州三千妇 这仅凭这一战啊 就让女真人在东北站稳了脚跟 这努尔哈赤更高兴了 认为自己的儿子要奋勇当心 并且要以少胜多 所以啊 就又刺了一个封号 叫做阿尔哈图图门 这意思呢 就是足智多谋 这满洲人啊 虽然没有策立嫡长子为太子的习惯 但是到了这会儿啊 谁都看得出来 这努尔哈赤啊 就是有意在自己百年之后把这韩味啊 传给楚英 可是咱们都知道 在努尔哈赤那个时期啊 所有的政务军务不是老韩王一人说了算 那会儿的后金政权啊 还有点沾原始共产主义的味道 这说话算数的 还有斯达贝勒和武大臣 这斯达贝勒都是什么人啊 他们呀都是努尔哈赤的子职 也就是啊 全是爱勋觉罗们 这武大臣呢都是异性大臣 这些人呢都是努尔哈赤的老哥们 当然了 也有老哥们的儿子 这武大臣呢 分别是厄语都 费英东 和和里 安费阳谷 和护尔汉 这两拨人啊都各揣着心思 咱们先说这斯达贝勒 这贝勒们是怎么想的呀 他们认为啊 这都是富汗的儿子 谁都有可能啊 作为接门人 大家身上都有战功 这还没熬到最后呢 怎么见你就是接门人了呢 说完了这四大贝勒呀 咱们再说这武大臣 这武大臣心里啊都明镜似的 什么叫一朝天子一朝臣呢 这老韩王要是退了位呀 那即便是再有武大臣 那也是人家新韩王的武大臣咯 再者了 眼瞅着这个大个楚英啊 蛮横跋扈 根本啊就没把这老哥几个放在眼里 于是呀这两股势力不谋而合 四贝勒和武大臣决定啊联合倒楚 于是呀就到了万零四十一年 这会儿也正是这楚英最受富汗 器重的时候 这努尔哈赤啊已经明确了 这就是我的韩卫接班人 哥怎么汉族话说呀 那就是太子爷 这四大贝勒呀和武大臣一看呢 是时候了再不动手啊 黄瓜菜都凉了 于是啊就罗列了三条罪状 上书给了老韩王努尔哈赤 这都是什么呀 第一条罪状啊 就是这楚英挑拨离间 使这四大贝勒和武大臣呢 彼此不合 其实啊这是瞪眼说瞎话 你瞧你们都联合一起 出面去告发他了 这能是不合吗 看起来呀这不是挺合的吗 第二啊 说这个楚英声称啊 要借着大哥的威仪 去勒索朱棣贝勒的财物和马匹 您听了吗 声称 声称是什么意思 就是还没去抢 人家还没动手呢 你们倒是先把人家告了 这第三条呢 就是说楚英曾经说过呀 等我继了位以后啊 这些不服从我的将领和弟弟们啊 全都弄死 这一点也是最不可信了 您想这楚英啊 他是聪明人 这种事啊 只能做 不能说 即便继位以后真的要杀这些人 也不能现在就公之于众啊 这老韩王一听啊 就急了 先把他关起来再说 那么可说的嘞 这努尔哈赤 就真的这么好糊弄吗 其实不是 这老韩王啊 是真正忌惮 这四大贝勒和武大臣的势力 这四大贝勒呀 虽然都是自己的子职 可是呢 他各领各齐 齐人的规矩呀 那是只听齐主的命令 也就是说呢 他们心中只有齐主 他并没有韩王 这武大臣呢 那就更可怕了 都是啊 各部落的酋长出身 人家的不重 那当然是先服从自己酋长的号令了 所以说呀 这些个人呢 他是一个也得罪不起 这老韩王啊 先把这楚英关起来 让这事态呀 冷静冷静 等到这股风过去之后啊 再把自个儿的儿子放了 他真舍得杀楚英嘛 他当然舍不得呀 可是啊 这帮贝勒大臣们 他们知道啊 杀虎不死是反乘其祸 于是 又各自纷纷上书去揭发楚英的罪状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 这楚英自己干了一件混蛋的事 彻底葬送了自己 什么事啊 他焚表告天 也就是说 这楚英啊 觉得自己这冤屈啊 没地儿说去了 只有和这老天爷说说了 那无非呀 就是说呀 这爸爸对我不公 兄弟大臣们呀 对我很坏 让这老天爷呀 帮帮他 让所有对不起我的人呢 全部得好报 这事还不算完 他喝了酒之后啊 还扬言 希望这个傅寒啊 和兄弟们出征以后啊 打仗失败 并且呀 逃回到赫图阿拉 我也不给你们开城门 即便这些事情啊 它都是真的 那努尔哈士听了以后啊 也不一定有多生气 因为很明显嘛 这儿子呀 给关疯了 那作为皇子啊 犯了这两条 除了自己找死 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 最后终于在万里43年 1615年的8月22日 这努尔哈士忍痛 迫于各方家里 以不思悔改之名 处死了楚英 这可是一件真真正正的 友情一代 皇上老子杀了太子儿子事 要说起来呀 生楚英那年 这努尔哈士21岁 四年以后 老奴起兵造反 楚英幼年之时 母亲早王 和这个父亲颠沛流离 没少之苦 据说敌军来袭 这努尔哈士也没有别的办法 出门迎战呀 也只好把楚英 锁到了箱子里 这小孩啊 被锁在箱子里 当时的心情啊 那是可想而知的 有了这些经历 所以才造就了这楚英啊 对人不信任 孤傲的性格 也是啊 间接的导致了 他人生的悲剧 大清国的皇族 爸爸杀儿子的故事啊 咱们讲的差不多了 明儿啊 咱们开个新书 什么呀 反过来了 这儿子呀 他又杀爹了 得嘞 天儿不早了 咱们呀 明儿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